美国副国务卿拉拢阿根廷 企图用矿产协议排挤中国 中国制斗美国的陷阱 咱们在生意场上见成章 大家好 根据美国彭博社的消息 美国副国务卿菲尔南德斯表示 即将访问阿根廷 期间两国政府将签署一项 关键矿产领域的投资与贸易协议 彭博社声称 这是美国加强排除中国在全球金属供应链的措施 我来直接了当的说说我对此事的看法 首先从这件事能看出 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已经是全方位的了 他们为了压制中国 可谓是不留一丝的余地 因此面对美国 我们必须放弃幻想 要以斗争求和平的姿态来应对美国 否则恐怕会吃亏 第四阿根廷总统米莱 那是个铁杆亲美的政客 他带着阿根廷加入美国的小圈子 一点也不奇怪 但问题是阿根廷 他真的那么容易配合美国打压中国吗 显然不太可能 因为有一个事实摆在米莱面前 可能有些人不知道 我们中国是阿根廷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就拿矿产领域来说 中国企业在阿根廷北部投资了许多雷矿公司 这些公司为阿根廷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 并创造了可观的税收 而这只是矿产资源领域的情况 还有农业和肉类等领域 中国企业也进行了很多的投资 在这种情况下 一旦阿根廷打算配合美国在多个领域打压我们中国 要对我们中国实施经贸脱钩的策略 那么阿根廷自身的经济和就业率肯定会受到严重的冲击的 这不是我在瞎说 连阿根廷总统米莱他自己都承认了这一点 前不久啊 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 题目是 阿根廷总统米莱发现很难与中国脱钩 这篇文章就提到 在中国与阿根廷拒签了一项数十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之后 米莱对中国表示了感谢 强调这项协议缓解了阿根廷的财政压力 同时呢 阿根廷总统邦时对外声明 称与中国之间的相互尊重 对阿根廷的发展和繁荣至关重要 并且还声称中国的投资和贸易对阿根廷的未来非常重要 从刚上任时的反华立场到现在更加务实的态度 我们可以看出米莱的态度有所转变了 这对咱们中国来说算是好事情 从很多网友的角度来看 米莱之前对中国态度那么嚣张 干脆就别和阿根廷做生意了 但是从现实角度考虑 这是行不同的 我们要知道 中国之所以能在最近几十年的快速发展 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全球化的时代红利 如果我们轻易再与其他国家脱钩 反而会落入美国的逆全球化的陷阱中 美国他巴不得我们这么做呢 坦率地说 相信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 与那些亲美且反华的国家之间 我们还是会有一系列的摩擦和矛盾的 因为政治内场会影响两国的外交关系 而外交关系恶化又会影响到经贸合作 但即便如此 我们该做的生意还得做下去 甚至还需要加倍努力深化经贸合作 因为在全球化的体系中 我们中国才是真正的受益方 好 本期一门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聊 下期再见